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26号报道 国会民主党议员正筹备短期拨款案 避免联邦政府因资金不足而再次停摆 然而他们可能将再次与共和党议员 在倾建美墨边境围墙的拨款问题上产生分歧 更多的节目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离明年的美国大选还有不到一年半 国会议员已经开展竞选工作 根据美国媒体国会山报的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参选人目前已筹得竞选资金超过8000万美元 总额高于民主党参选人筹得的资金 在这种形式下 共和党内计划保持保守派作风 因此对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早前通过的法案不表态 而这些法案涉及构相背景审查 选举改革 全民医保等方面 而在众议院方面 共和党内认为要重夺 在去年中期选丢失的主导权仍有难度 而虽然共和党议员总体上对特朗普成功连任表现乐观 但仍有部分人担心特朗普在民主党多名对手的挑战下无法连任 根据蒙莫斯大学26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拜登目前的支持率为19% 比他6月份时的32%下跌了13个百分点 民主党另外两个参选人 参议员桑德斯和参议员沃伦 目前的支持率都为20% 略微领先拜登 蒙莫斯大学民调研究所所长莫里表示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民主党提名的竞争正进入一个新阶段 变得更不稳定 自由派选民开始展示对自己认同的参选人的支持 一直对选战关注较少的温和派选民 似乎对拜登表示怀疑 有迹象表明 温和而偏保守的民主党人 开始倾向于支持桑德斯和沃伦 全美19个州与华盛顿特区26号宣布 正起诉特朗普政府计划禁止当局无限期关押非法移民儿童 并要求当局继续执行弗洛雷斯政策 带头发起诉讼的是加州与马赛诸塞州两名民主党籍司法部长贝瑟拉与西利 西利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容许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无限期的关押无辜的儿童 这种手段残忍 非法不道德 贝瑟拉则称特朗普政府的新规麻木不仁 更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安全 因此要联合状告当局 预计当局的政策可能得不到区域法院的批准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在2016年 全美就有1070万名非法移民 贝瑟拉所在的加州是最多非法移民居住的州 人数达220万人 而西利所在的马萨诸塞州非法移民人数上升了14% 前好莱坞制片人维恩斯坦26号再次现身纽约下城联邦法院 纽约检方22号宣布已经对67岁的维恩斯坦提出新起诉 维恩斯坦此前出庭拒不认罪 而新的罪状将原定于两周内的刑牵案审判推延至明年1月 也增大了辩护难度 据悉 新的起诉将纳入女性安娜贝拉·西欧拉的证词 这位女性以热门电视剧集《黑道家族》走红 早前并未参与诉讼并作证 维恩斯坦案里历时3年 她曾被指控对超过75名女性有过性骚扰或性侵 但一概拒不认罪 今年5月曾报出维恩斯坦已和多名指控她的女性达成初步和解协议 赔偿金额达4400万美元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 一起来关注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爱博斯坦案周二在纽约开庭 数名指控这名已经自杀的金融家 对他们进行性虐待的女性出庭作证 检察官指控爱博斯坦至少在2002至2005年间 安排多名女性进行裸体按摩和其他性行为 并支付部分女性金钱 让她们招募其他女孩 有一些女性说自己遭遇强奸 这名66岁的金融家于8月10号在曼哈顿下城的大都会成交中心的联邦监狼牢房中被发现死亡 验尸结论上是上吊自杀 一位不公开姓名指控的女性在听证会上呼吁 必须调查爱博斯坦的死亡 民主党华裔参选人杨恩泽周一提出一项气候计划 他指出他将在20年间花费4.87亿美元 利用可折叠太空镜 反射太阳光照射至地球 防止气候变化 此外他的计划还包括到2027年实现新核反应堆运作 他希望投资500亿美元 研究可以消除旧核基础设施所带来的风险的新技术 然而由于涉及核能开发 这些提议也遭受非议 一些环保活动家批评杨恩泽的观点 理由是他们不会使美国脱离化石燃料 天然气和又供应链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可持续发展政策 和管理研究项目主任柯恩认为 杨恩泽对技术的信任存在错误 近日美国移民官员在问询了一名哈佛大学的17岁 巴勒斯坦新生有关他朋友的社交媒体后 被拒绝入境 这名黎巴嫩居民在抵达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 约8小时后被驱逐出境 在一封手写声明中 他表示移民官员对他进行了数小时的问询 并搜查了他的手机和电脑 这名未成年学生表示 他被质疑了宗教习俗 并被指示解锁他的电子设备 哈佛大学表示 该校正在与移民官员谈判 以便在秋季学期开学日9月3号之前解决问题 根据哈佛深红报的说法 该学生与MAS的团体有所联系 MAS的是向哈佛大学颁发奖学金的非盈利组织 他们同意提供法律援助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第一批亚马逊的员工 还远没有到达维州北部的新第二总部 阿灵顿郡的附近的住房市场 已经开始变得火爆 房产中介Reffen上周公布的数据 在阿灵顿和亚里山大的 57%的上市房屋 在两周以内被售输 这些房屋的成交价格也超过了挂牌价 与去年相比 该房屋市场的代售房 已经剩下不到一半 一位在维州北部从事防险经济的员工表示 位于亚马逊第二总部对面的挂牌公寓 在去年宣布选址后 一天之内就被以要价高出7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劳工节长周末即将到来 热带风暴多利安届时将可能会升级为飓风 为东南部居民和即将去那里度假的游客 带来暴风雨天气 多利安目前在加勒比海东部 据国家气象局的预测 它有可能在期间向西北移动 并成为2019年第二次飓风 根据AQ Weather预测 多利安将在周六晚或周日早些时候 到达佛罗里达东海岸 周六和周日 雷雨天气也将从南部平原 移动到密西西比河谷中部 至五大湖下游和东北部 长周末期间 新墨西哥州 亚里桑那州 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 可能会出现一些风暴 在内华达州南部和南加州的部分地区 也有可能爆发一些大型的雷雨天气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 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 记性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